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那我们要准备上课了 来,上课之前先各位讲一下 我们的MODO系统 来看一下 别忘记,我们上周是第四周 我们已经开始做一个自我测验了 这个自我测验到下个礼拜几 21号晚上为止 下礼拜二,下礼拜二晚上为止 那,里面所考的东西 都是我第四周、第三周、第二周 这三次上课里面的影音档有介绍到的 有时候你从投影片不一定找得出来 但是影音档里面基本上都有讲到才会考各位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很重点就是 里面会好像有三题还是四题 是那个Stellarium模拟星空软体 所以就是你必须最好是撞起来 然后亲自执行过之后 你才知道是说那个答案可能是什么 所以希望各位一定要把那 我之后的测验多多少少都会有那个模拟星空的考试 就模拟星空的那个要你去操作之后结果是什么 所以最好你一定要安装起来 这是第一件事情 然后第二件事情呢 在讨论区里头 我已经有放一个 就是其中期末考 考卷大概长什么样子 先给你们简单的看一下 而且要跟各位讲 里面的题目会有绝大部分是我们自我测验里面的题目 但是不完全全不是 有的是投影片上的那个题目 有的是那个什么 那个比如说我这边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我的题目是这样 选择题跟填充 而且这个填充题 我现在有把填充题的比例这么多了 就是后面的几学期 这是101学期的时候的 然后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题目就是这样子 就是像我们的自我测验 或者是我们的上课的投影片当中 我们不是有问 第几个答案 选第几个答案 大概类似的 类似的情况 然后呢 通常选择题大概是一题 三分吧 然后呢 填充题 填充题就一题四分 但是我就说 填充题现在我会增多 就是因为 之前这个是靠一个季 一个星空 比如说这个 先给你看一个完整的星空 假设这个星空 这边我可能就会给你提醒说 这个星空是哪一季的星空 但是事实上 这个画面是两季的星空 是两季的星空 是冬季跟春季 冬季跟春季 一部分 OK 然后呢 先给你看 完全没有 那个 等于说 感觉你在天上看到星星 你在天上看到星星 当然是黑底的 然后 星星是 通常是比较亮的 比如说白色的 但是 我把它反过来 好 然后呢 最后 另外一个就是这样子 我框起来 好 我框起来 比如说 这是第二题的答案 这是什么星座 好 第四题的答案 这是什么星座 OK 你就要辨别我 框起来的范围 是什么星座 然后 去写到 上面 这边的 格子里面 了解吗 OK 好 所以希望 等于说 这个选择的题 是靠各位的基本常识 填充题是考各位任星座 这就是我们 这学期教课的东西 最主要的两个主旨 要各位 因为基本常识 一定要知道 然后第二个就是 你要会任星座 OK 所以其中考会考 夏季跟秋季的星座 好 别忘记了 好 来 那我们在今天的课程 要再继续上一次 我们讲到的部分 但是在上次 我们讲到的部分之前 呢 我们来个加分题 现在是有连线的 来 有没有人 上来可以跟我讲 讲到 七个星座就好 你能够跟我讲 七个星座 讲得出来的 我就加 加多少 加总成绩五分 赶快 现在一名成员 至少要讲七个 来 有没有谁要讲的 赶快举手 画面会录进去 没关系 我怕有人说 我的画面绝对不可以出现在网路上 来 顺便拿麦克风 来 这个是天鹅座 OK 这边画 这个是天鹅座 好 天琴 天琴 天鹰 天鹰 天剑 天剑 不错 四个 海豚 五个 五仙 五仙座 很好 巨蛇 巨蛇座 蛇夫 蛇夫 摩羯 摩羯 摩羯在哪里 天蝎 对 这是天蝎 射手 我们不能讲射手 射手是 人马 人马座 对 射手是占星学上的 这个是射手这个 还有呢 还可以讲出哪些 摩羯 摩羯 对 OK 那你现在只有两个 画面上有看到两个 没有讲出来 对 对 只有这两个 有没有还可以讲出来 这两个 还记不记得 忘了 好 没关系 好 谢谢 等一下我们下课再来找我加分 来 其实这画面上还有四个星座 上次我有提过 这边有一个 还有 这边有一个 然后另外他刚才没讲的 各自这两个 来 谁愿意讲的 四个 来出来讲 出来讲 出来讲吧 那这个我就加了两分 好不好 不错 他照相也已经加了五分了 所以你看他又上来讲 来 你 拿麦克风讲 这边有两颗是狐狸座 这里 好 狐狸座 很好 这边那个是小马座 好小马座 然后这边有盾牌座 好盾牌座 然后南面座 好南面座 OK 好 不错 好 呃 我 有时候 上课前 我就顺便让各位在复习 就会再教出 而且 这个是简图 这是有连线的 那有时候我可能会出一个是没有连线的 就是 我把那个模拟星空的画面弄出来 你就马上要讲 甚至我可能到时候我把画面 稍微转一下 转个180度 或90度而已 你要去找出来 好 到时候以后会有陆续这样 然后就是给各位多加分的机会 好 所以呢 这个部分 再给各位仔细看一下 所有的星座 我把它秀出来给各位看 好 所有的星座 好 不过就是因为可能 没关系 各位投影片我都放上去 你可以看我投影片就好 好 接下来回头来 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这个地方 对不对 我们上次有讲到国际太空站 速度很快嘛 转移圈只要一个半小时 对不对 然后 时速相当于是两万八千公里 那个飞行的速度 那上次也有讲过说 其实如果人走出来的话 基本上 他是会跟着这个太空船等速度运动 因为引擎是关掉的 别忘记 一旦他已经进入了 他该要走的轨道 引擎是关掉的 所以是正常的转 好 所以都可以知道 然后呢 其实各位慢慢仔细看 刚才说 大概国际太空站或哈佛太空望远镜 他其实距离没有差多少 那基本上就是绕一圈是1.5个小时 可是你看哦 距离慢慢拉远之后 同步卫星 距离地表大概三万五千公里 三万五千公里高的时候 他绕行地球一圈 就是跟地球转移圈是一样 因为 假设你在台湾上空的一个卫星 地球转移圈 那个卫星还是跟着地球 跟着在台湾上空绕一圈 所以你看 当他距离拉远了 他绕地球一圈 时间也就变长了 有没有 比较近的 一个半小时就会绕一圈 同步卫星已经拉到三万五千了 比较远了 他绕行地球一圈要一天 有机会各位去算那个数字 其实他的 你只要越远 他的速度就会比较慢 越近他的速度就会比较快 我举个例子 对不起 我来把这个麦克风做实验 你看 我不知道会不会脱掉 对不起 我这样子 弄小一点 我拿这个做例子给各位看 我现在弄长长的这样子甩 我用一样的力量甩 然后接下来我另外一只手 开始抽这个线 有没有发觉速度变快了 有没有 越到里面的速度就转很快 但是我今天手几乎没有用力 我现在让他等速度了 而且我的力量是一样的 然后接下来几乎手不太甩 接下来靠手 有没有 越小圈他就越快 有没有 所以呢各位有兴趣去算一算 他每一个的时数大概会到多少 基本上呢 你同步卫星 他其实在太空中 他要绕地球嘛 他的速度就会比他还慢 然后甚至绕地球一圈 你看哦 拉到三万五千 他就同步了 他就是绕地球一圈 是一天 那看月球 哦又拉更远了 38万公里 绕地球一圈是多久 还记得吗 就将近一个月嘛 好 将近一个月 说实在绕360度 360度的话是27天多 但是如果是绕一个 缩望月的距离的话 是29.5 29.5306天 比较长 所以你看月球 你在拉的地球更远 他绕地球一圈 时间就更久了 OK 好 月球38万公里 你看哦 我们之前讲光速 是每秒钟 30万公里 每秒钟30万公里 38万公里 所以才是一秒多一点点 如果从地球上打一个光线 如果那个雷射光线 可以达得到月球的话 基本上一秒多钟就可以到了 好 但是我们这边 俗称一个叫光秒 但是这个 光秒不是真正的名词 没有这个名词 但是我们就 反正就是 一秒钟 光走一秒钟 多一点点就可以到月球 但是呢 我要跟各位讲哦 现在这个月球 在过去的阿波罗计划 好 阿波罗计划 在阿姆斯壮 阿波罗11号的时候 就曾经在月球上放了一块 雷射反光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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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我们这边就是会用 在地球打个雷射 然后顺便用望远镜去看 那种更大型的望远镜去看 看那个月球上的雷射 如果今天 我们看到亮点亮起来了 当然也有可能是用仪器去测 看到那个 雷射反光板 有反射 那相当于是 光 走到那个反光板 又再走回来 我们就看 从开始按 接收到光源 多久 那基本上应该是2秒多钟 2秒多钟 回来之后 再去2秒多钟 再去乘以3的 3乘以10的 8次方公尺 或者3乘以10的 5次方公里 也可以 出来的结果 就可以算 月球的 很精确距离 我们地球的距离 结果发觉呢 现在发觉 月球其实每年的 慢慢的远离我 每年 不多啦 大概4公分左右 每年往后移动4公分 再远离我 OK 所以事实上 以后呢 未来 月球会让我们 越来越慢 月球会让我们 越来越慢 但是这是别的话 但是各位想想看 火龙虎光 打个1秒多钟 就到月球了 但是呢 以前以阿波罗太空船 阿波罗太空船 来看的话 那时候是当时的最快速度了 飞到月球上 也要花3天的时间 所以你看 光速1秒钟 我们 最快的交通工区 还要达到3分左右 才会到的 所以是有点久 好 这是呢 只要在地球附近的范围 我们基本上会用 公里这个单位 公里这个单位 好 现在来拉远一点点 拉远 只要在太阳系的范围 现在我们已经稍微 范围拉大了 不是只有地球附近的 地球在扩大之后 整个太阳系 整个太阳系的范围 其实太阳系的范围之内 我们基本上 还不会用到光年 那个数字太大了 我们还用到的叫做 天文单位 各位要记住 天文单位 天文单位 它的英文叫 Astronomical Unit OK AU 简称AU 所以以后各位看到 幾AU 幾AU 其实它叫做天文单位 什么叫天文单位呢 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 因为地球绕太阳 也是有一点点组圆形 它不是正圆形的 一点点组圆形 有时候距离近 有时候距离距离 有时候距离距离 所以它的平均距离 大约 这是大约 平均应该是一亿四千多 多很多这样子 然后我们把它用一个大约 就是一亿五千万公里 一亿五千万公里 所以以后我们在太阳系里面的距离 我们就直接用几AU 几AU 我们就感觉就很清楚了 但是 来 一AU 一亿五千万 我们就去除以三十万 就是每秒 光速每秒三十万 去除以三十万 算一算之后 然后发觉 要八分钟 什么叫要八分多钟 太阳的表面的光 一旦发射出来之后 从它以光速飞到地球上来 要花八分多钟的时间 所以啊 以后各位如果去那个阿里山看日出 啊 太阳出来了 太阳出来了 不要太高兴 其实它在八分多钟前就出来了 它的 它出来的身影 花了八分多钟 才到你的眼睛里头去 你才看得到 OK 所以 基本上 光速是远 不像我们让电灯一打开 你就觉得 电马上就来了 你不会觉得说 光有什么速度 但事实上 如果在 太阳这边发光 可是 这个可能有点难理解 等一下我们再举个例子 给各位知道 先来看 水星距离 距离太阳是最近的 现在这些数据 你们稍微简单的记得一下就好 水星距离太阳是0.4AU 金星距离太阳0.7 第三个 是地球 距离太阳就是1AU 火星距离太阳1.5AU 木星距离太阳5.2 土星距离是9.5 这些距离 你们暂时不用记 记得那么清楚 稍微记一下水星跟金星 还有火星就OK了 那 我先问一下 我们有想说 下一个想要移民的星球是哪里 火星 火星 对不对 那请问 我们地球跟火星最近的时候 大概是几AU 对0.5 对不对 那如果用光速来传 要花多久时间 四分多钟 对不对 刚才讲说1AU 要花八分多钟 我们距离火星最近的时候是4 那个是0.5AU 所以要花四分多钟的时间 对不对 好 我们来想下一个情况 如果呢 哪一年你们的亲朋好友 总算有机会 搭火箭 飞到火星上去居住了 这时候呢 我想跟他通个电话 然后我们这个电话 就要用光速来传 这边拿起来 尾 火星上 要花四分多钟 才传到火星上 他才听到尾 然后再回声 找哪位 再回来 所以 我地球上的人 从打电 开始打电话 讲尾 听到对方讲 找哪位 这中间 查了八分多钟 火星还算距离我们很近 火星已经算距离我们最近 它不是距离我们地球最近 距离地球最近是月球 月球在距离地球最近 第二近的是金星 之后才是火星 OK 但是你想想看 已经算距离我们很近的天体了 我们用光速打个电话 你八分多钟才听到两句话 喂 找哪位 请问 这个不叫国际电话 这星际电话 要怎么计飞 要怎么计飞 所以 你看 以后 如果真的以后 我们的有人类 移到火星上之后 你光要 两个要互通电话 互通什么 就有点困难 讲话 就讲一句话 也可以去上个厕所 也可以去做什么事 然后回后 再四分多钟 再听对方讲什么话 那八分多钟之后 再回来 听听听看对方讲什么话 所以 已经有点困难 但是我跟你讲 困难不在于 通电话 你要想 其实最困难 你要再往前移一下 你的亲朋好友 怎么到火星上去 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刚才我们 那个什么 到月球上 光速一秒多钟而已 我们太空船就要飞三天 火星呢 起码你要飞过去要半年 要半年 好 飞过去要半年 我先问各位 各位有没有想过 如果要到火星上去 你觉得一艘太空船里面 大概搭载几个人 会比较适合 我们阿波罗计划到月球上 一艘大概最多搭载三个人 到月球 对不对 好 然后 来 在那边做个研究 或者采集一些东西 再回来 大概可能是七天左右 好 那现在 别忘记 我们现在刷到火星上 到火星就要半年 再回来 又要半年 也就是一年 你觉得要搭载几个太空人 你觉得三个人 会不会太少 还是太多 应该不会觉得太多吧 三个到这么大一个火星上去 去那个 多可怕 应该是不会想说 只三个 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 根据统计 一个人 这是有统计过 一个人 一年当中 吃的 喝的 呼吸的 或者是 所有生命当中要用到的 种重量 二十 三 顿 我是说生命的必需品 不是说我要纸张写 写那些纸张的重量 那不算 我说维系生命能够积蓄的 吃饭 呼吸 喝水 这些东西 一年 一个人 的总重量是 二十三 顿 二十三顿多重 各位知道吗 下次如果各位在坐游览车 或坐公车的时候 你仔细看 一台公车 它的前轮 旁边会写说 这台车的总重量是多少 空车的时候的总重量 大概十二顿 所以你要想 如果我们要载一个人到火星上 之后再让它安全的载回来 你起码要 一个人就要载送两辆公车的重量的必需品上去 你两个就要四辆公车 三个人就要六辆公车 你只要越重的东西 你的燃料也要带的更多 你的火箭才可以发射的上去 食物是一个问题 但是问题还来了 真正最严重的 在于人的心理问题 我要请各位也再想想看 我们如果要搭到火星的太空船 真正你能够活动的空间 大概是我们的教室 现在这间教室 各位想看看这个教室大小 大概六分之一大 你可以活动的范围 六分之一大 诶 我们各位先想一下 我们的阿波罗计划 阿波罗计划的空间 可以移动的空间 大概是一个 你可以想像就是我们一个 那个什么 休旅车里面的空间大小 你可以活动的 一个太空船 休旅车 但是呢 你今天如果是到火星 你如果太大的 你刚开始的火箭 要从地球上飞出去 就困难了 所以你的空间 你想看最多大概只能 这个教室的六分之一大 你的吃喝拉撒碎 全部都在这个六分之一的空间里面 影座 请问你们坐过飞机最远的是 哪里 去哪里 美国 有人有去美国 美国大家花多久 快12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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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搭起来觉得如何 就一直睡觉 睡得很舒服 不舒服 我曾经搭去那个什么 纽西兰 纽西兰只有11小时而已 然后那个时候 我太太有搭到欧洲的17个小时 你看你17个小时 你会一直甘愿坐在飞机上 我们还可以开窗户看一下外面 对不对 总是有时候会看个外面 看到白云在飘 地上到陆地有在慢慢往前移动 那边是海 那边是船 我们还可以看对不对 然后呢 另外呢 在飞机上 第一个飞机有在 那个因为有引擎在动 所以你坐在那个飞机上 他会上下震动 知道他有在动 而且看到外面的景物 一直在往后走 你知道你有在往前进 对不对 甚至呢你还可以起来 稍微走动一下 走稍微远一点 去上个洗手间 但是你要想 刚刚我讲的 吃喝拉撒 所有都在我们这个教室 六分之一的空间运行 好 你要在那边坐上 六个月 不是只有十二小时 你要坐上六个月 才到得了火星 然后坐上六个月之后 火箭 它在绕行 它就是它从地球发射出去 会在地球稍微绕个一两圈之后 再开始往前 再开始 发动 引擎再发动一下 然后再继续往前 但是等到 开始目标确定了 往火星的方向移动的时候 引擎就会关掉 让它等速飘过去 等速 因为那时候速度已经够快 这时候等速飘过去就好了 好 因为为什么你不想 你可能想 为什么我不继续用燃料 你燃料没办法带太多 有些燃料 你有燃烧完了 你要等待 如果突然轨道 你发射发射 结果可能被哪个撞击到了 歪掉了 你是不是还在发动火箭去调整 所以火箭不能随便 燃料不能随便浪费的 所以一到往火星方向 你就要等速过去了 可是你要想 我等速过去了之后 你坐在飞机上 你坐在太空船上头 你不会上下震动 我讲过了 引擎关掉了 你感受不到上下震动 那到底这个太空船 有没有在飞 好 我们看外面好了 打开窗子 一看 啊 天蝎座在那个地方 好棒喔 然后 你看不到陆地在移动 你只看到一个天蝎座 好 隔了一天 再打开窗子 一看 天蝎座还在那个地方 一个礼拜之后 打开 天蝎座还在那个地方 一个月打开 天蝎座还在那个地方 然后 我往前看好了 看那个火星好了 我给各位讲 你大概五个月之内 你看到的火星大小是一模一样大 那我太空船 我在移动 我太空船 我在移动 如果你今天 你试想一下 你在那个太空船里头 你一直觉得它到底有没有前进 你看外面 外面的景观 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 我就又不会上下移动 你又看到那个景屋 又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不是说没有太大的变化 都没有变化 你会不会开始怀疑 我是不是禁止在宇宙当中 对不对 可能就会开始故事乱想 所以人的心 这时候就可能 我跟各位讲 有科学家统计 如果把一个人 关在一个黑暗的地方 这个人不要睡觉 就关在一个黑暗的小空间里头 大概多久会有暴力反应 知道吗? 两个小时 就会有暴力反应 OK 然后再加上 也有人说 比如说 那个有记录说 曾经有 有两个科学家 一起在北极工作 北极也是 一片都是看到 都是冰天雪地的情况 然后没有其他人 两个科学家在那边 我想说 我到时候还可以钓钓鱼 可是我跟各位讲 一个月后 两个人就开始看不惯对方 本来对方是 对方的某些理 他觉得很好 是他的优点 可是大概一个月后 就人受不了 所以你想想看 你几个太空人 要关在一间里头 然后看到外面的景观 几乎没有变动 你的心里 是不是开始 开始会有点变化 所以你的太空船上 三个人 你如果这三个人上去 别忘了 其中至少要有一个 心理医生 你要跟他诉苦 可是心理医生 他自己要跟谁诉苦 他跟谁诉苦 所以带一个心理医生不够 要带两个心理医生 可以互相诉苦一下 可是总不能永远在那边诉苦吧 所以还要带一个艺人上去 做表演 OK 要有一个艺人上去表演 让大家欢乐 然后另外呢 有人说六个月 你看我刚才说要带 取六个月 回来要六个月 一年了 食物 我说你刚才生活 必须要23吨 带这么多 恐怕火箭会 发射不了出去 发射 没办法发射出去 所以有人在考虑说 要带农服上去 直接在太空站里面做东西 然后首场来吃 那吃了之后会不会生病呢 吃乎乎乎乎都会生病嘛 所以要带医生上去 要带一个会治疗医生上去 你用了这个太空船 工程师 太空船会不会 那个机器会不会坏掉 也有可能会坏掉 要不要工程师上去维修 也要啊 所以工程师要带 这样算一算 你真的做不了 真的很难做 所以为什么 火星计划 就是载人到火星上 为什么一直吃吃都没有进行 主要它的困难点太多了 它的困难点太多了 但是 各位前一阵子有没有看到 好像是荷兰吧 它在征求 有没有人 想要自愿去火星的 而且喔 只去不回 只去不回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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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的话 你要报名参加 好像一个人还在搅 不知道是 好像是不是 五万美金 还五千块美金 我忘记了 对 你们会不会想要挑战看看 会想要吗 可是我跟各位讲 报名了有上万 上万个人 上万个人 想说反正我带这么去 我去了之后 才开始在那边 建筑我的新天地 欸可是喔 我最近又在看一本书 我觉得超好玩 那个什么 但是它是一个小说 它是一个想象的小说 它叫做 火星 它就叫火星计划 火星计划一本书 它就有描述 就是 就是说 太空人里头 那个 已经去过一艘火星计划 然后它是第二艘的成员 然后坐到那边去 结果正好 发生了那个火星的风暴 之后呢 很多人都误以为这个作者 这个作者就模拟死太空人 很多人就那个 因为发生了风暴之后 很多很多被催 那个被催坏 甚至那个什么 那个 那个 第二艘的太空人 很多都会怕说 他自己会回不了地球 所以 所有人赶快撤退 结果就眼看着这个 这个写这个书的作者 然后被 被那个风暴给 打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以为他已经阵亡了 所以整个 那整个太空船就飞回 趕快逃回地球 然后这个太空人 就一个人在 他其实没有死 当然 我说这是小说 他就在 他就在这个火星上头 他就开始想说 糟糕 那我要等待下一批的人来救援 这时间还很久 所以我现在 我要该怎么做 所以他就开始想说 他要种东西 有带种子上去 可是他要种东西 种东西 火星上不会种东西 没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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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好问题 但是我跟你讲 那个小说里面 就是说 因为他们 那个太空缩过去之后 那个火箭过去之后 有遗留一些设备 什么设备呢 氢气跟氧气 那是气体的 氢气跟氧气 它是不是就可以合成水 可以吗 只要电我花 就可以合成水了 OK 所以合成水之后 水就不是问题 可是你光有水有土 就可以种东西吗 没有 他们还从地球 因为一个是重点 是要有细菌的分解 所以他们去火星的时候 还有带了一把地球的土过去 OK 可是你那些土 那个细菌 你要让它存在一个有氧的环境 因为要跟地球一样的环境 然后之后呢 那个什么 然后再用这个细菌 然后再让它慢慢繁殖 可以让火星的 越来越大块 越来越大块的土 都慢慢有那个细菌 可以帮你做分解 你才可以种东西 反正讲了很多很复杂的 有机会各位可以开始想想 因为呢 说不定到时候 你突然心念 你想说 我觉得我地球待不下去了 我想要回火星了 这时候 你要回火星了之后 已经对地球习惯了 回火星要怎么去考虑 所以呢 这些真的 为什么到现在 火星计划一直很难实行 主要其实它的困难的原因很多 OK 好 这个是 这个是 我们刚才讲说 在太阳系之间 我们是用天文单位 好 好 那现在 这题我想各位都知道吧 刚才我们已经问过了 对不对 火星与地球最接近的时候 地球到火星的光速单程是 十分多钟 OK 好 接下来我们走出太阳系 我们要走出太阳系了 只要走出太阳系之后 我们就进入到所谓的银河系 银河系 那进入到银河系之后 的距离了 所以我们就开始用光年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如果想要找万星生命 我们太阳系以外的万星生命 我们来看一看 最接近太阳的星体 是什么呢 在春天的半人马座 有一个量星叫做南门二 南门二有一颗半星 这个半星就是会跟南门二互绕的 这个半星 有时候绕到距离地球比较近的时候 是四点二光年 它距离我们四点二光年 也就是那个地方 发射了光之后 要花四点二年才传到地球上来 可是各位 各位知道吗 如果我们想要废出太阳系 到最接近的这颗星上 以我们现在的太空梭 或者是火箭的技术 你知道飞多久才会到南门二 保守不及 五万年 五万年 才能够飞到距离太阳 系比较近的一颗星 所以五万年 你想 我们在太阳系一万 会不会有万星生命飞来地球找我们 会不会 很难说 但是 机会很渺茫 只能说机会很渺茫 你看 五万年 我们的生命多少 五万年我们要繁殖几代 五十代 五十代 不只吧 五百代 五百代也不行 五万年 你 你 请问你是等到你一百岁才生下一胎吗 你五百年是这样算的 我等到一百岁之后才开始生跌 然后才从一岁开始算起 这样子 所以绝对不是五百代 OK 所以你要想 而且 你要带多少人上去 两个人 两个人 生了下一代 下一代就 对不起 就不能再继续繁衍下去 就容易出现 那个生畜呆者 不行啊 那四个人 你 到了第三代就不行了 对不对 所以你请问你要 你要带多少人才能够 繁衍到 该起码五百代 所以这是很大的问题 好 这是距离我们最近的恒星 然后呢 现在我们看一下 我们银河系的中心 太阳距离银河系的中心 大概是两万八千光年而已 看起来数字很大 然后呢 我们来看看我们银河系的尺度是多少 银河系大概就是中间 各位可以想像一个荷包袋 你煎一个荷包袋 中间是蛋黄 蛋黄是不是会有点微凸起来 蛋白会比较薄 对不对 其实我们银河系就像这样 中间是蛋黄 周围像是蛋白一样 那么薄 那中间蛋黄比较凸起来的 OK 所以呢 这个 荷包袋的直径 大约是十万光年 然后呢 中心厚度就是那个蛋黄 的厚度大概是1.5万光 OK 但是这些数据你看好像只是数据而已嘛 看不出什么了 好 但是呢 我们要开始来讲 我们先把这个讲好 我们等下来讲一个历史上 发生的一件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银河系其实不孤单 我们的银河 下次 有没有去过澳洲纽西兰呢 请举手一下 有没有去过 都没有人去过澳洲纽西兰 下次有机会去南半球玩的时候 抬头看看天空 你看到的天空的星座 会跟在北半球看到的星座 会差异很多 因为我们在北半球 看不到南半球 有两个很特别的东西 我们在南半球看出去 你会看到在天空上 有两朵很大范围的 很像云一样 但是你会发觉 它几乎都不太会像云这样调动 在那个地方 当然它会跟着地球转 它会慢慢转 两朵像云的 它的范围比我们看到 一个月球的大小还大 我们用看的话 它的范围比月球还大 这个是叫做大麦哲伦 星系跟小麦哲伦的星系 在我们的银河系旁边 有两个小的 一个叫大麦哲伦 一个叫小麦哲伦 这个是以前麦哲伦的航海 到南半球的时候发现的 所以我们就用麦哲伦 大麦哲伦小麦哲伦 把它命运上去 它距离我们有多远呢 待会再讲 结果呢 来 开始讲喔 它在哪一年发生了一件事情 1987年的时候 1987年各位还没有出生 对不对 但是我出生了 其实我出生好久了 1987年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事情 1987年的时候 当时呢 有很多科学家 很多人都集中到南半球去 尤其是集中到 南美洲的智利 那边有几个天文台 建立在智利的山上 有很多天文学家 在智利山上 干嘛呢 观测大麦哲伦的信息 跟小麦哲伦的信息 观测 每天呢 就拍照 做记录一下 好 那可能就可以去休息了 拍照 记录 休息 结果呢 在1987年的2月23号晚上 9点半 9点半 9点半的时候 有一个天文学家 叫Ebert 他就对着大麦哲伦的信息 拍了一张照 小麦哲伦的信息 拍了一张照 好 记录一下 就去休息了 隔了一个小时 10点半之后 另外一个科学家 叫做Robert 他也对着大麦哲伦的信息 拍了一张照 小麦哲伦的信息 拍了一张照 记录一下 就回去休息了 可是当众发生了一个变化 这两个科学家都没有注意到 隔了将近一天 快要一天 2月24号的傍晚 有一个加拿大籍的科学家 叫做Ean Sheraton 我们直接把它翻成中文 叫Ean Sheraton Ean Sheraton OK 加拿大多伦多吉 他是加拿大人 科学家 他是出生在多伦多 加拿大多伦多吉的一个科学家 他把前一天晚上 2月23号的人的记录拿起来 拿起来比对 一看到9点半Emberl拍的照片 10点半Robert拍的照片 一看 各位的右手边 这个是Emberl拍的 左手边是Robert拍的 同一个天去 请问 各位看到这个照片之后 你觉得发生什么事情 爆炸 对 爆炸 超行星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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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先看一下 这边的编号叫SN1987 SN 叫做Supernova Nova Nova叫N-O-V-A Supernova 超行星爆炸 OK 1987年2月24号傍晚 看到这个之后 大事发生了 冲出去外面 直接用肉眼看 哇 那个大麦哲人星星有一个亮点 非常的亮 他看到是非常亮的一个亮点 当然他不会看到爆炸的情况 他看到一个很亮的亮点 在那个地方 过去在1987年之前的历史记录当中 大概十个指头可能算得出来 超行星爆炸的记录 现在却没要看到 你想他当时的心态是什么 我不能跟别人讲 我第一个要打电话 去通报国际电文灵魂 如果是我第一个通报的话 我就出名了 结果他拿起电话来 打的时候 糟糕 身上的电话不通 挖急的想 热锅上 因为不是只有智力有人观测 南非也有人观测 澳洲也有科学家在观测 万一他被谁先通报 那怎么办呢 可是那个天文台都在资历山上 他很紧张 可是又没有交通车要下去 那怎么办呢 现在通讯又不良 结果到隔一天的凌晨 正好有个交通车 要开下去採买食物 他偷偷坐上交通车 到城镇的时候 趕快打通电话 给英国的国际电文联合会 通报 我发现了在大麦泽人星星 有一个超新星爆炸 诶 经过晚上观测之后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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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名了之后 我先跳到后面讲 出名了之后 你知道吗 后来之后有连续几届的超新星会议 就在加拿大多伦多 举办 但是拍照的 Ever 跟Rob 没人知道他是哪个国家 我现在不知道他是什么国家 所以光辉拍照没有用啊 各位光辉拍照没有用 你一定要能够有所发现 然后赶快逼一个通报才有用 结果你知道吗 当时Ean Sheraton 他通报 还好我是第一人 通报之后 他就非常高兴 赶快打电话给他表白球 就是北美洲那边的加拿大 还有美国的一些朋友 赶快跟他讲说 诶 你知道吗 我发现大麦泽人星系里面 有一个超新星爆炸 然后他朋友也很高兴 就说 真的吗 真的吗 请问大麦泽人星系 距离我们多远啊 结果Ean Sheraton 诶 我跟你讲 我知道 大麦泽人星系 距离我们十六万光年 讲完他就忍住了 各位知道他为什么忍住了 对 这颗星星 十六万年前就爆炸 他爆炸的声音 用很快速的光速在那边传 也要传了十六万年 才到我们地球的眼睛地方 我们才看得到他爆炸 1987年的2月23号 九点半看到这颗星还活着 十点半看到他死亡 这是十六万年前发生的事情 各位感想如何 这是距离我们银河系 最近的两个银河系 OK 所以各位开始知道光年 是多么远的事情了 而且我跟各位讲 当时你要想 那个什么 有人就在考 有人现在就是用光远镜 在去找那个外星生命 哪里有没有外星生命 有人说 我们可以看 如果像比如说 那个我们地球上 如果开始打仗的时候 打仗的时候 如果今天头一个蛋 爆出来那个亮点 其实非常的亮 说不定会被外星生命侦察到 反过来讲 所以我们现在去看 其他的外面星球 看看如果突然 它有爆出一个很不寻常 那种亮点 突然亮起来 那里可能有打仗 那里可能有生物打仗 这可能有生物 赶快我们派一支军队去救援它 等到你派去救援 它已经是失衡片脸 而且是可能十几万年前 以前发生的事情 所以你看天上宇宙每一颗星 距离我们这么远 其实你不要讲别的 我们上次有讲过 知女星距离我们26光年 26光年而已 牛郎星距离我们16光年而已 光要走16年 那太空梭或者是火箭要抛几年 刚刚我们讲4.2光年要抛5万年 16光年 你就大概再存于4倍 20万年你才飞得到那 所以你看 我们知道大麦者的信息里面爆一个亮点 它距离我们16万光年 我们如果要飞过去 64万万光年 我们要64万万年才到的到那个地方去 这是距离我们银河系最近的 好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的宇宙到底 宇宙到底多大 呃对不起我这个 投影片要改一下 这里不是这样子写 这个叫做年 我们要写说 它的年纪 与 对不起喔 这边我要改一下 等一下我再把它投影片改一下 宇宙的年纪 现在目前可以得知的是宇宙的年龄大概137亿年的年纪 但是多大呢 多大呢 多大呢 大概 假设以我们地球为主 因为这是我们的望远晶基数能够测量到的 最远的那一个 是多远呢 大概400多光年元 另外一边也400多光年元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测枝的宇宙是 800多 800多亿啊 对不起 亿啊 要加个亿 大概400多亿光年元 这边也是400多亿光年元 所以整个如果我们弄一个圆形 刮起来 它的直径是800多亿光年的一个圆球 那再远有没有东西 我们不知道 因为我们现在的望远晶基数 我们还看不到这400多亿在外面的东西 暂时还看不到 所以在外面有没有 很难说 然后呢 在我刚才说这么大 直径800多亿光年的这个直径的圆球 研究当中 有多少个银河系 来看一下喔 这个 先跟各位讲 这个区域是拍哪里呢 先给各位看几个数据 这边 哈勃地 哈勃深太空场 以后各位 它简称叫HDF HDF 哈勃深太空场 这个是哪里呢 有一次喔 很早 就很早之前有一个科学家 他觉得说 有很多天 天体都看过了 他要写个计划 想要观看那个地方 结果有一天 他就把那个望远晶 就调到了 我们的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北斗七星的第四颗 天树天旋天积天拳 第四颗 那个天拳的一颗 的外面一点点 可以针对它做观测 把那个哈勃望远镜 对着它去做观测 那个地方 如果我们一般看天上的星星 我们觉得那个地方没有东西 可是喔 我们弄哈勃望远镜 对那个地方 啪啪啪啪啪 拍了很久 曝光了好几天以后 呈现出这样秘密麻麻的画面 各位看到这边的秘密麻麻的 一个一个 都不是一颗星 这都是一个银河系 我们只是针对 各位就想像 就想像了 我们就以这个教室的范围 假设我是重心 教室的范围都是宇宙的边缘 宇宙的元素 我真正眼睛看过去的 只是我们门的门靶的小范围 这个小范围的区域 就已经聚集了这么多个 这上面的这么多个银河系 事实上我们的这么大的宇宙 有多少个银河系呢 上千亿个 有千亿个银河系 在我们现在可得知的宇宙当中 有上千亿个银河系 每一个银河系里面呢 有多少颗银河系 一样平均大概 两千亿的 一个银河系有两千亿颗银河系 然后呢我刚才说是有上千亿个银河系 所以呢各位就想想看 那我们整个宇宙当中 现在大概平均有多少个银河系 千亿乘一两千亿 这么多颗银河系 所以你觉得宇宙当中有没有可能有生命存在 你觉得有可能吗 如果说有奔着科学的角度 你要提出证据 你说没有 你也要提出证据 OK 所以先到目前为止 你说真的要有外星生命来探訪我们 有点困难 因为它要飞就要飞很久 除非是在我们的太阳系里面 但是目前我们政策 在我们太阳系范围当中 好像还没有找到哪一个地方是有生命的 对不对 那以我们的太阳系以外 这么远的 我刚才说去一趟都要很久了 OK 所以到底有没有生命呢 好 我们现在对这种问题 觉得困扰 说不定在银河系的 拿断的那个地方有生命的 它也在翻到这个问题 哪里有生命 我们这个宇宙这么大 哪里有生命呢 OK 所以宇宙为什么 那就是天文 为什么会让我们觉得这么好玩 就是有很多的想象 OK 好 我们这边先打住一下 好 来休息一下 来帮我按一下 但是休息前 好了 先帮我 先帮我还是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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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